我帮你这儿 给我 我帮你这儿 给我 我发现你这手是挺巧的 在部队训练过 私交部包扎伤口 每个女病都会 是吗 带人看看 行 特好 谢谢你啊 叶芳 你今儿找我 什么事啊 你今儿怎么没去找春生他们呀 去啊 一会儿就去 去哪儿 石海饼场 一大早上小六就过来叫了 说着那个 你是不是还不知道那事呢 不知道什么呀 就是你哥约大伙滑冰啊 他跟那个谁 你真不知道呀 贺洪凌 对 意思是说吧 这俩人这回有戏 所以约着大伙一块滑冰 这可是头一遭啊 怎么个头一遭了 你看啊 原本的吧 这贺洪凌 一直是齐天带着的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让你哥约出来了 我们大家都以为 这贺洪凌 是喜欢上春生哥 你哥根本就没戏 但真没想到 这次就让你哥真约出来了 厉害啊 那你觉得 贺洪凌喜欢我哥吗 趁你怎么问你哥去 是不是真喜欢 能看得出来 是吗 那要是谁喜欢你 你也能看得出来 当然 是吗 一会儿 你们什么时候去啊 我们约的下午三点 你这儿怎么查 我叫个朋友一起去 成了 那咱就一块儿去呗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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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我 此次 好 其实 至于 他等会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有点滑不动啊 要不你先玩吧 正好 我给你买点糖葫芦去 去吧 那我去了啊 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 不可能 你又知道 我当然知道 行 那你说说呗 我想什么呢 吃醋呗 还得装没事人 说中了吧 不是 我没事琢磨你干吗呀我 你看啊 国华家条件好了 对你又好 这不挺好的吗 我高兴还来不及 那我吃什么醋啊 没说我是为了刺激你呢 不是 你刺激我干吗 你怂啊 干吗 不服啊 心里喜欢谁都不敢承认 还在那儿假装义气 寇是心非 我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 贺洪林同志 你误会了 这个世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总得允许有人不喜欢你吧 走 我走了 我走了 那小 我 诗诗 糖葫芦 正好馋糖葫芦 怎么这么久啊 排队人太多了 快尝尝吧 这家味道特地的 天这么冷 坐下吃碗馄饨吧 小梅 行了 红薰呢 有事先回家了 老板 咱去碗馄饨 好的 霍华 搭把手 你猜我刚才碰见谁了 谁 赵燕 哪个赵燕 就咱初三那会儿 帮里的那个团支部书记 人长得白白净净的 你不还喜欢人家来着吗 这种家是吧 谁也告诉你我喜欢他的 你自己跟我说的 忘了 就那会儿咱们俩 在门头狗学农的时候你说的 你当时怎么说的 行 打住吧 少编排我 这事我信萧春生 你信他的吗 那会儿你还不认识他 用不着认识 我压根就不相信他会喜欢别人 也不能这么说吧 早晚都会遇到的 我要告诉你 我真遇到你了 戒戒斗争心弄像啊 怎么没听你说过呀 谁啊 不认识他 我不认识啊 我都不认识你 你上哪儿认识呗啊 说说 就在东城区 约会 二条八口那个 我跟你说啊 那里边有一书库 里边说是文革以来 历次运动操控的书 满坑满骨 都是平时见不到的净书 怎么说上书了 说姑娘呢 谢谢大爷 谢谢 我刚说哪儿的 就这半年前 我发现这书库 有一天装 特别容易撬开 这半年一直到一个月以前吧 我就时不时地偷溜进去看书 我刚开始看书没多久 我就发现有一姑娘 偶尔也来 也是走了天窗 可是我一直没见着面 光从她的脚印 还有她看着书籍 我就能知道 她一定是个姑娘 可是我怎么也碰不着她 我就急了 我就一连好几天猫在书库里 你猜猜 怎么着 怎么着 终于让我蹲着她了 好看吗 那当然了 后来呢 后来 我不敢惊动她呀 我就坐在那儿 悄悄听她翻书 她偶尔笑 偶尔也哭 你别说啊 这姑娘还挺有学问的 八成是智诚分子家庭出身 喜欢看一些外国文学 还有医学知识之类的书 最牛的是 她还能直接看外文呢 可不是 她走了之后 我就去翻翻她看的书 有时候她想看什么书找不着 我知道在哪儿啊 我就给她翻出来 是 搁在离她最近的书架上 就这么说啊 就过了一段时间 大概一个月前吧 就是你碰见红铃那天 我都下进决心 要跟她见个面 然后呢 然后 然后我就从我这个地方 往她那儿走 故意发出些小故事 她吓坏了 就躲我 眼看我是要追上她了 可没想到啊 怎么了 书库门突然开了 那看书库的人 老听见有动静 就以为闹滚了 就带着保卫科的人 接了封条进来检查 刚一进门 就听见那姑娘的小呼声 一下子就给抄过去了 这可糟了 那后来呢 我眼看那姑娘就要倒霉了呀 还好我临机一动 把那书架一推 碰腾一响 她们想当然 就以为自己方向错了 就往我这边来了 她们哪想得到 偷看着大毒草的敌人 有两拨 声东击西 唯唯就正 差不多就这意思 那后来呢 那姑娘脱险了吗 当然了 那你呢 我 我就被她们抓起来了呗 那你后来怎么着了 就这点小事 难得住我萧春生嘛 放心 寻生而退 什么事都没有 只是可惜了 再也不能去那儿看书了 姑娘呢 早没有了 再没见着 合着你连话都没跟人说过 你就喜欢上了 告诉你 根本不用说 光看她看着书 我就知道她心里想什么 那找找啊 怎么找啊 她应该也在找你 你救了她 她肯定知道 你知道那姑娘长什么样吗 当然知道 那还不好办 画呀 就像你画我一样 对呀 春生 画出来呗 对呀 画出来 也挂病厂上 大伙帮你一块儿找 没准我还认识呢 要是画不出来 那就说明有问题了 有什么问题啊 说明没这人呗 她在这编故事呢 老板 来这儿过去藏 春生 你刚说这姑娘 真有这人吗 你这话问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吃完蛋 你们谁要吃糖炒栗子 跟我走 我吃 走 走 小梅 你吃完肠吗 那我过去了吧 小梅 你吃完肠吗 那我过去了吧 想什么 想什么呢 方总 我说你们今天都怎么了 突然这么关心我 我想给你个忠告 行 你告吧 别害我哥 不是 我怎么害他了我 你要把贺洪林让给他 你怎么知道 报纸上灯了 还是你们部队传达了 别跟我耍频啊 那天我在都看见了 面人都看得出来 你不会以为别人都看不出来吧 谁也不傻 除非装傻 别人傻不傻我不知道 但是你是太聪明了 要不是我哥 我才没嫌公主管你们这何事呢 方总 我告诉你 他也是我兄弟 比亲兄弟还亲的那种 我只知道 国华他现在喜欢贺洪林 贺洪林也没有拒绝他 我就是觉得 他是那种 特别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女孩 他并不喜欢我哥 本来你们两情相悦 无非就是我哥一个人难过几天 可非你这么一弄 现在谁都不高兴 你自以为义气 被兄弟牺牲 我告诉你 幼稚 这样下去 早晚有一天我哥会恨你的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哎呦 他和贺洪林 嗨 别管他们仨的闲事 哎 对了 你今儿是怎么了呀 吃吧 嗯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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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 permis 吃 ổ 辯 知 饿 好 聽 人ح 可以 拓 stakeholder 不是我这么觉得 是所有人都这么觉得 而且萧春生也喜欢贺洪林 你应该能看出来 哥 你说你内心跟明镜似的 你为什么呀 怎么我心里就跟明镜似的 你知道萧春生在绕你 知道贺洪林别有用心 贺洪林有什么用心啊 他拿你当枪使 故意气萧春生 还有啊 他觉得你能帮他 咱家能帮他 或者两者都有 人是很复杂的 比如你 我又怎么了 一方面 你觉得自己比萧春生强 另一方面 你觉得自己样样不如他 叶峰 你胡说八道有点过了啊 甭说了 我要睡觉了 出去 叶峰 到底是贺洪林觉得 我比不上萧春生啊 还是你这么觉得呀 旁边给我带上 他老是有什么事 就是非常担心的人 真是美しい 大冷天的坐着旺天 真醒 睡不着啊 为你这么一说是有点困了 走 陪着睡觉再 等会儿 我问你 你是不是也喜欢何洪林啊 郑长 咱俩一块儿长大 打小你就样样比我强了 但甭管什么 你从来都让着我 我心里也清楚 要是没有你 咱们这帮哥们也不可能服我 我也知道 齐天他们看不上我 就连我亲妹妹 可能都看不上她这哥哥 但是我不希望您也看不上我 但是我不希望您也看不上我 更重要的 我不想做一个 连自己都看不上自己的人 所以 就这一回春上 别让着我 咱俩公平竞争一次 沙哉 盛 沙 走 陪着睡觉 走 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小叶 你别忙了 快坐下歇会儿 没事 阿姨 我不累 妈 妈 我回来了 红灵 你回来了 我来吧 你回去吧 那行 阿姨 那我先走了啊 对了 红灵 我这儿有两张电影票 星期天晚上 卖花姑娘重映 你看 要不跟我一块儿去看吧 卖花姑娘啊 我可听说这个朝鲜电影票特别难搞 说所有的人都哭得稀里哗啦的 红灵 难得小叶这么用心 你就去看吧 啊 咱们出去说 行 好 阿姨 再见 去吗 这票你留着吧 这段日子 谢谢你对我妈的照顾 这是给你的 这什么呀 这几天你送来的东西 我算了一下 大概是这些钱 你拿着 你拿着 我爸打小就教育 我不能占别人便宜 你点点 不用点了 这几天 谢谢你 是因为 不是 你别多想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红灵 星期天晚上 店员门口 我会一直等着你的 你妈这辈子啊 没过过几天 舒坦日子 死了就死了 就是放心不下你 你胆子大脾气倔 不管不顾的 跟你爸一个样 你爸呀 就是吃了大亏 更何况 你还是个姑娘 妈 您别说了成了 你知道 你妈这辈子 为什么这么命苦吗 为什么呀 嫁错人了 那 妈您怎么能这么说呀 爸有哪点对不起您的 不是对不起 这结婚生子 居家过日子 你现在不懂 妈那会儿啊 更不懂 但是小叶这孩子 人挺好的 家里条件也好 他爸是副军长 他妈是宣传口的 我爸 没什么本事 身体还不好 都帮不上你什么忙 您就别操心了 船到桥头自然直 船到桥头自然直 算说了我还小 也不小了 你得认真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 当初我不让你跟齐天来往 就是为你好 你看现在 你看现在 有两个人对你都好 怎么选择啊 你自己得把握住了 我说话你听见没有 还没 对了 你知道卖花姑娘吗 知道啊 最近特别火 你 你看过了 没呢 听别人说的 怎么突然说这个 没什么 就随便问问 听说 胜利电影院 星期天会放 你知道吗 怎么 你想干啊 想 不过票特难买 听说只有你们大院的会发 你有吗 听谁说的 就他们闲聊的时候我听了一嘴 要不咱们一块去看看 没票了 没票了 你完了吗 没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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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票 没票 我料了 醋溜白菜 姐 咱们家有那卖花公娘电影票吗 没有啊 怎么了 没事 我听别人说 可能会跟我们大院留一些 我去问问你 我们现在也只是住在大院 我们现在也只是住在大院 没人想出我们的 你要电影票 是为了跟贺洪林看电影吗 谁给你乱讲 一天天万传闲话 吃蛋 你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冰场那些事啊 我早就知道了 你要不问问郭华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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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春 姐知道啊 你一直有主意 不用姐操心 但是这事呢 姐还得提一句啊 我们身上这军装 随时都有可能脱下来 再穿不上去了 如果人家是看上咱们这军装 那我全 姐 别说了 我明白 知道就好 来 吃吧 一会儿啊 这给陪爸送去 我上次见到他 他清醒的时候 又比糊涂的时候少了 你见到他 也别叫他了 就这么糊涂着 也挺好的 你也挺好的 春春 有空吗 带你去个地方 这是 这是我爸住的地方 你爸 走吧 这边 这边 爸 我春生 叶三宝 是 这是什么地方 报告首长 这是您的卧室 胡闹 我的卧室条件为什么这么好 我说过多少次了 官兵一致 现在是战争年代一切从简 你们就是不听 对不起 首长 说我弄错了 这不是您的卧室 这是作战指挥室 我弄完一张床进来 方便您累的时候 可以随时休息 马上换成行军床 是 部队线的位置 锦州东北四十公里处 叫马家铺子 你 这位是 我是 报告首长 他叫贺洪林 是新来的卧武员 同时也负责议店 人看着挺机灵的 不知道工作上机不机灵 首长放心 贺洪林是原115师 通讯训练班的高材生 那太好了 叶三宝 你和小鹤同志合作 通讯任务 务必要完成的精准迅速 明白了吗 明白 这是 我爸 他 他在战场上受了伤 我爸 小鹤大了 老毛病就犯了 一致明白 一致糊涂 这样啊 进去吧 隐蔽 隐蔽 爸 爸 隐蔽 爸 没事啊 爸 爸 没事啊 爸 没事 陈生啊 爸 我怎么了 我怎么了 为什么什么都记不住了 这姑娘是 爸 这是后林 我朋友 叔叔好 我吓着你了吧 没有 没有 陈生 你带个姑娘来 也不提前打个招呼你 你说我这儿多乱 没事 挺好的吧 买 来 放大镜 放大镜 总工时间定了吗 上一次会议 时间已经定下来了 二十四日凌晨两点 现在兑时间 对 是 手机啊 好 啊 好 打算 做得尽 了 我还要看到你 你当然也烦了 我做过了 你练一与到你 我大压了 用人家 你扭载了 你不肯了 哦 因为他妈呀 你会不会很在了 我不能去 你都说了吧 叔叔这样 大概多久了 一年了 那真是不容易 都习惯了 今儿带你过来 也是不想瞒着你 电影票的事 我再弄 但不一定能成 毕竟这么多年 我爸那边 该散的也都散了 肯定是没法像叶叔那样 在护着一家人 你之前跟我说 我很快就能实现 我当兵的梦想了 当时被国花打断了 我没说完 我和我姐 虽然都住在大院里 但情况跟你差不多吧 当兵的事 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去 什么时候能去 我也在等 你明白了 明白 走吧 别说了 我看 我怀疑了 你让我说 我还能叶子 你也是 我们还能叶子 然后像俺一样 把这些包装 形式 我被决定了 我说了 你自己也能丢了 我们需要 并且真正装 全身 对手 我和我姐虽然都住在大院里 但情况跟你差不多吧 当兵的事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去 什么时候能去我也在等 他爸是副军长 他妈是尖船口的 这么好的条件 没有用我之够 这一夜 北京城里四个年轻人 同样夜不能眉 贺鸿林从未想过 看起来朝气蓬勃的萧春生 竟面临着和自己同样的困境 萧春生把一切向贺鸿林合盘托出 在等待着贺鸿林的判决 贺鸿林最终没有出现在电影院 叶国华明白 在这场和萧春生的较量中 他似乎已经输了 童小梅一直犹豫着 要不要告诉萧春生 她就是那个书库女孩 但母亲的催促 更让她心烦意乱 小梅 很晚了 别看了 明月 你也不不一家人 要来家做客 早点休息啊 知道了 妈 今天学会了吗 还行 反正就要怎么样 当然好了 你回去练十遍啊 还有 你那个抱水的 手太直 弯一点 再上去 严重你怎么漂亮 多说不好意思 教练 放心吧 我肯定回去好好练 好 我先走了 那我也走了 再见 再见 再见啊 教练 再见 哎 怎么样啊 什么怎么样 我刚才那套游泳动作怎么样 我哪儿懂啊 问你那男教练去 哎呦 这这小样 哎 哎 那个天哥今儿怎么没拉 打他干嘛 这 不是 我是觉得天哥这两天 那肯定有状况 来我们这儿吧 就知道游泳也不知道累 我知道了 是因为那谁吧 谁啊 你不知道 冰厂商那俩人可都追到他们家了 贺宏林明显对萧春生更好意思 这 那俩人算个溜啊 不就仗着家里头横点吗 怎么了 那天哥知道吗 知道 怎么说 说了 叫咱们这帮闲人啊 冰馆 那 哎 那看来 贺宏林这娘们儿 这有点门的 挺会招人 哎呦 赵小花你怎么现在说话 这么难听啊你 这都是 我说什么了就难听 我说什么了 哎 你心里是不是对那娘们有意思 你这么维护她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你说着的 懒得搭理你 我去找教练好好练动作 走了 哎 哎 我 我 我今天回不对了 妈约好的今天去佟伯伯家做客 你别忘了 我 我 她 我 她 他 我 我 敢留名都不敢站出来啊 小哥 小春生没在家 一大早就出去了 上哪儿啊 听说是找零东去了 还真会找地儿的 黑哥 你要真想收拾小春生 我有一招 你说这消息辞的是吗 绝对辞的是 隔周一次 星期天雷打不动 是 天哥说过这事 你详细说过 你详细说过 你详细说过